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五年来 全球市场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中国纺织品出口主要分为家纺和成衣两大类 其中 家纺类主要出口至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 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 预计2021年将超过2900亿元 而中国成衣制品行业处于成熟期 预计到2023年 总值将超过4400亿美元 成衣制造商主要分布在浙江 江苏 广东和山东 其中 广东是全球第三大成衣出口中心 中国成衣出口位居全球首位 成衣出口主要分为针织和鸡织两大类 其中 针织类主要出口欧美发达国家 东南亚和日本 鸡织类主要出口欧美发达国家 俄罗斯 日本及越南 面对广阔的出口市场 如何做好纺织品的全球营销呢? 首先 需要了解影响纺织品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加纺和成衣属于快销易耗品 且重复消费频繁 因此 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是拉动需求增长的主导力量 年龄也是影响家访和成衣的关键因素 对于成衣行业 年轻人的需求将是主要增长因素 而对于家访行业 中年人的需求才是主导 另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品牌与制造工艺 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对环保和舒适度有更高的要求 因此 企业在制定全球营销计划时 需要充分考虑目标市场的经济状况 不同品类的目标用户群 产品本身的制造工艺及品牌影响力等 成衣类的竞争 主要来自于北亚与欧洲两大成衣制品区域 出口企业的营销重心 应放在提升品牌竞争力上 可以通过转型增强品牌意识 及加快原始设备生产商 向原始设计制造商的转型 而家房类营销壁垒 则是大品牌市场垄断 以及行业集中度高导致的竞争加剧 那么 差异化营销和对品牌建立 则是企业制胜的关键 同时可借助电商平台进行品牌推广 实行线上线下配合营销 那么 如何布局海外营销呢? Google搜索数据带您了解纺织品行业重要趋势 助力您的海外业务 首先 可以用广告搜索成本的高低 来判断该市场的竞争程度 通常来说 搜索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并优化广告系列 完善用户手机端购物体验 从而实现客户转化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广告搜索量和CPC的季度变化趋势 CPC 即每次点击费用 根据广告被点击的次数收费 CPC高 意味着广告主 为用户每次点击要付出的广告费比较高 成衣制品的CPC和搜索量季度趋势基本一致 小高峰出现在第四季度 搜索量的峰值出现在十月 这是由于节日季和年末折扣 人们会花更多时间提前挑选商品 CPC的峰值则出现在十一月 说明多数广告主通过节日当月提高出价 来获取优质流量 实现销售转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